Yay Hi 大家好 我是阿翔 歡迎收看這次的漢堡翔TV 阿翔本菜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黑松 那我是怎樣挑 挑他的苗呢 我是挑那個 去那個 花店喔 自己回去喔 看到那個 鳥都這麼大 對不對 我通常會挑比較 粗大的 粗大的 在塑形 在塑形 然後想要的 好 那 這邊他會出了 等天氣好的話 我在施肥 也是一樣 好 那我用的是那個 這個 楊梅山土 這也是一樣 那 這邊還有 來一下喔 好 這顆 這顆 我就是用那個 吃魚土的 你看 只要它枝比較厚一點 好 就這樣子 好 好 這邊剪掉也可以啦 單邊也可以 好 樹幹會比較 漂亮 那 我來 這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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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做那個 複根 複石 是不是有點失敗 好 這樣 好 這裡 好 這條 好 今天我還沒有 還沒施肥 好 我找時間來施肥 好 看它回去 好 那我是這樣挑選的 好 挑秒比較粗的 可以做 小瓶 好 這邊 這邊也可以剪掉 也是可以喔 嗯 像這個 像這個的話 好 這 這就比較久了 這邊也有 有 塑型的 好 這個也一樣啊 這個也是一樣 好 這邊有 塑型 也不是很好 還沒有修剪 好 這也快快六年了 這一樣快六年了 好 這是 用那個 GAMI3圖 哇 好 到時候我再來換盆 那個 天氣好一點 好 大家看一下 還不錯 因為有 有人想看我的那個 黑松 有個粉絲想看 那我就 排擠 因為它 出根的話就是 施肥也很重要啦 好 那時間管理也很重要 好 那我會特意挑 下次我挑那苗比較厚 比較粗大的 給大家看一下 我自己去花絲 那我都去那個田圍 田圍的公路花園那邊 那邊是專門在賣那個 花木很多的地方 好 看一下 對啊天氣比較冷 植物的生長都會受限 好 那 我今天影片到結束囉 那如果各位有喜歡的話 記得喔 請訂閱哈巴翔TV 按讚按分享 記得鈴鐺打開喔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